所以你第一年進去的時候就會被要求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什麼一定要30分鐘前來然後接電話 而且超功的他是說電話不能夠讓他打超過一聲 到最後的一個禮拜的時候幾乎每天都是四五點回家 然後洗個澡一下就往上那七八點又再去 問題是就是日本人沒有辦法在現場就是決定 他們一定要上報課長上報到卡卡利酒 卡卡利酒上報到部長 部長報到本部長 然後突然之間本部長就說 嗯?對不對 然後就回來 他說那我們花了一個禮拜在談的這些是什麼東西 因為他們就會覺得他們花這筆錢 他們常常就是浪費時間在一些無聊的 PROCESS上 無聊的來來回回 而且重點最後決定的那個人他可能連來用去賣都不知道 就是他們的上報機制很廣泛 我也覺得是這樣 對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們日本最大的問題是這個 你今天花這麼多錢來請了一個廣告公司 你其實交給他會更好一點 因為他一定比你本人還要專業 是沒錯他是專業 公司內陸上級直到下級下級城報上級的組織結構 還有有客戶會性騷擾吧 還好啦 就是剛剛說的其實因為我的客戶都比較深思 但我有遇到一個很怪的 就是他其實還蠻厲害 他做了一款非常非常非常賣的 就是石器那個叫什麼 穿具洗潔精 因為我以為是石器洗帶的石器 我只是穿具洗潔精 就是非常有名的 然後他把它做起來之後 他就覺得自己非常的厲害 對 然後所以說他就會到處炫耀他的肌 哇最討厭這種人了 我還以為你要說他會就是炫耀他的那個洗潔精 沒有 他會炫耀啊 他就會一直說那個命名是他命名的 雖然說我們都知道那個命名不是他命名 那請問一下他是不是會拿著他洗潔精 跟他的那個肌肉造型 不會他只會拿著他的iPhone 然後一直給我看 然後說你看 是不是很不錯 然後裡面就是他那種 那你要撒西是誰送 我要啊 太棒了 然後不然就問他說你花了多少時間 才可以練就這個胸肌 雖然說我根本就沒有興趣 對 可是因為他還蠻大 你又不能夠 可是我覺得客戶這樣很賤 因為雖然同事之間有些有些男生這樣 可是至少同事你就說 對 就是裝一下然後不看就好了 可是 客戶就是還是要 應對一下 對 應付一下 不然就是那種很沒有禮貌吧 就是看了你然後就會說 哎呀 就會說你今天看起來好累喔 然後肌膚都沒有透明感也沒有彈性 好討厭喔 我想說還不是為了你 我想說還不是為了你們 就有點 就是客戶會這樣嗎 就有點傷心 好奇怪喔 因為日本人通常是不會出這種話的 對 我覺得他可能就是覺得 哎唷廣告公司就是 就是為他做牛肉 對 性騷擾 性騷擾 這不是有很多聚餐嗎 聚餐 對啊 農民館超多的 飲酒文化 飲酒文化 而且我覺得 這個其實是最瘋的 就是在地裡面最瘋的 因為後來我們聊的時候 然後並沒有說每一個業界 或者是公司都這樣 對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 廣告就是做創意 而且廣告電話師 就是要讓大家覺得 冰至如歸 所以即使是社內的飲酒文 會 就是或者是聚餐 都部門聚餐啊 就是你要有一個主題 然後你要從頭到尾都把它搞得很像 就是半活動的感覺 主題派欸 對 所以通常一開始 譬如說我們進了公司之後 就會被說 你要在某一個時節的這個部會 你要當幹事 那真的超可怕 就是 第一你要決定對主題 就譬如說我們有辦過一次是 有一個叫 福富哈多利的一個 前輩要離 就是要被調到別的地方 我第一次就知道為什麼 對 福富辦戰啊 對 所以人者 一賀人 傳說的一賀人者 所以他的送別會就變成忍者學校的畢業典禮 鈴鐺嗎 對 所以就變成說你我們要做 就是你社內的飲酒會還要做招待狀 就是你要寫邀請卡 就是而且是有經過設計 還要請production money把它弄出來 好浪費社內資產 真的 你也不能隨便訂一個餐廳 就是你的餐廳要跟忍者學校有相關的 然後你的禮物啊 然後還有就是你幾點要進這個店 然後誰要來乾杯 大家要在什麼時候玩遊戲 什麼時候送禮物 全部都要寫劇本 然後你要按著這個劇本來 喔對 還要決定做的位置 喔也要決定做 因為日本有上位下位嘛 然後還有就是 因為主角是那個被送別的人 哇真的是超麻煩的 哇靠 真的很瘋啦 然後就每一次 所以我們進去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工作被弄 就是半活動被弄很慘 因為你一開始都會覺得說 壓力好大 而且你沒有一個判斷基準嘛 你工作會有判斷基準 什麼叫做有創意 對 通常就會說 什麼呢 無聊 沒有創意 而且 什麼劇本 最煩的就是作息表啊 就是你拿去給先拜 看朋友跟你講話都不一樣 我有一次就半過一次抽錢 我覺得太煩了 欸你們會逼說一定 每個人要有兩三首很會唱的歌 還要會跳舞 就是你去卡拉斯的時候一定要 那個要看你的上司是什麼人 就我以前有遇過那個姊姊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起唱什麼pink lady 那是因為那個時候他們的掌上司是愛唱的 欸你們有部會要跳舞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跳舞 就是會有本部本部就三四百個人嘛 然後本部會就是一定年輕人一定要表演些什麼 然後通常就是跳過 我跳過大概 我大概跳過三到四次 一發一嗎 我大概跳過三四次 哇還好還好 還好你四四五四 不是我不是啊 可是我還蠻想跳舞的 還好就是 對啊就是能做的都還好 很多人都有比較男扮女妝 男扮女妝比較蠻easy 對 這就是 真的覺得真的蠻瘋狂的耶 就感謝就是那個留言的小妹妹對不對 對 就是我覺得一開始進去就是我們 因為都十一十二年了 就老鳥所以就忘了 重溫 初心 對 就覺得確實以前就是會有很 你應該會覺得到底在幹嘛 對啊 但現在其實真的好很多 好像比較好齁 對 因為十幾年前還是跟現在比還是有差 對 現在應該就不能夠逼迫人家 就是配合酒配到那麼晚 對對對 有可能 然後我覺得就是 我們兩個雖然就是有在那邊說 人人要忍耐 就是送給大家一個字就是忍耐 對 可是我覺得還是不能全都忍啦 你還是要想辦法的 呃 事實的有一點點 就是有一點點印起來 製造一些陣線啦 製造一些跟自己同樣陣線的人 對 陣線很重要耶 陣線很重要 因為我那時候攻略了 就是大我一屆的那些人 就是因為我找到了更上面的人來當我靠山 所以我就不用再聽那些人 對 他就不敢 他就不敢胡家胡為了 對 對 這很重要 還有善用外國人吧 對 其實外 就是我覺得反正 既然他們排外 我們不是外日本人的話 然後就可以說這些我不懂這些我不回 很常 唉 但是性格真的蠻累的 很累的 很累的 真的假的 還好啦 就是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排外 我覺得就是 對 他在同一個公司裡面就是把你當同一個人 所以他就不會對你 他把你當內人 對 你就不會被當客人 就是個內人 他就會覺得 同樣的 都是柔絡 對 既然大家都要經歷這個 你需要經歷這個 對 而且就是有一些他們是完全是靠印象的看人的 所以就是你要塑造自己的這個KALA 然後你的KALA塑造成功之後 其實我覺得後來 大家都會 就是最後是會挺你的 因為你是他們 你是他們的那個內人 對 內人 對 內裡的人 內部的人 就是他們對外人跟內人 他們對內人還是很照顧的 而且最重要就是你剛說的那個 不要被 在一開始千萬不要被貼標籤 千萬不要被街上無難標籤 真的很可怕 好啦 就我還是錄了很久 對啊 所以是聊開 沒關係 好 拜拜 要記得訂閱喔 希望有給大家一點參考 然後如果你們有什麼想要我們講的 我們都會努力的去達成 記得留言 對 留言一下囉